当地时间12月14日,世界贸易组织在日内瓦举行会议,审议美国贸易政策。 在当天的会议上,中国、欧盟、加拿大、俄罗斯等多个世贸组织成员对美国坚持美国优先, 罔顾多边贸易规则,实施单边主义霸凌行径,挑动脱钩锻炼,扰乱全球产业链的做法提出批评。 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承刚大使表示,自上次审议之后,美国的一些做法并没有得到改正。 美国打着重归多边的幌子,更加以美国优先为出发点,采取了与多边贸易体制根本原则背道而驰的措施。 美国通过大规模歧视性补贴,帮助本国产业获取竞争优势,至今保留着90多项实施超过20年的反倾销措施, 实施最长的可追溯至1978年。 美国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,武断加盐投资安全审查,美国阻拦上诉机构成员临选, 且拒不执行世贸组织裁决,美国挑动脱钩锻炼,迫使其他世贸成员的关键产业迁往美国。 美国还滥用长臂管辖,胁迫其他世贸成员遵守美国国内法。 李承刚指出,我们看到的美国是一个多边贸易体制的破坏者,单边主义霸凌行径实施者, 产业政策双重标准操纵者,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扰乱者, 希望迷途的美国早日真正回归多边大家庭。 欧盟常驻世贸组织大使马查多表示,欧盟对美国目前贸易政策的内顾倾向表示担忧, 美国出台的《通胀削减法》向汽车业等美国关键部门生产商提供大量补贴, 构成对其他国家相关产业歧视性对待,违反世贸组织条款。 加拿大大使西奥多表示,美国的政策影响了世贸组织的运作,甚至影响了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。 俄罗斯常驻世贸组织大使利亚基舍夫认为,美国使用双重标准,并对世贸组织规则选择性遵守。 美国拒布执行世贸组织的裁决,是公然无视世贸组织规则。 土耳其大使阿加尔索伊认为,美国一些系统性和结构性的政策行为, 损害了成员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信心。 新西兰大使凯利表示,通胀削减法对贸易伙伴形成不利影响, 希望美国的行动能符合世贸组织规则。 世贸组织贸易政策审议,是与谈判、争端解决并列的世贸组织三大功能之一, 目的是增加各成员的贸易政策透明度, 评议被审议成员经贸政策动向, 并就有关贸易政策和措施表达关注。 上一次对美国的审议是在2018年12月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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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